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怎么样用Vlog来设计暂存器群组 暂存器群组在CPU里面是一个大元件 CPU里面大概两个大元件,一个是LU,一个是暂存器群组 剩下一个就是错综复杂的线路是控制单元 这三个写完CPU大概就写完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暂存器群组怎么设计 我这边有一个暂存器群组的程式 这个RA是第一组读取线路的线 这个RA是RD的缩影值 所以它3到0总共有16种可能 分别对应到0到15 OK,所以如果RA开5的话呢 第五组暂存器就会被读出来放到这里 OK,同样的RA2如果开6,那第6组暂存器的内容就会被读到这里 这是读取的两组 它为什么要用两组?因为LU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LU LU的输入是不是有两组 所以我的那个记忆体的读取 不是记忆体,暂存器的读取 也通常会一次读两组出来 不然的话要分两次读就会麻烦 那这个线路的成本不贵 所以就一次读两组出来 那另外呢,如果要写入的话 一次是写入一组 所以就是这个WA和WD WA是WD的缩影值 OK,所以WA如果是8的话 那第8个暂存器就会被写进去 所以我程式写法也就很简单 首先呢,我在内部宣告一个 这个,我现在是16位元的电脑 16位元的电脑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32位元 那16位元的电脑 那总共有16处暂存器 OK,那这边呢 RD1等于RRA1 所以RA1是RD的缩影值 那它把这个DRA1主暂存器读出来放到RD1 那就输出了 那DRA2主暂存器呢 读出来放到RD2 也就输出了 所以这个都要各要一行就写完 那这里请各位注意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在右边的话呢 它的一定要是REG 一定要是暂存器才可以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只有Output 它没有REG 但是我在这里却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只有Assign指令有这个特权 只有Assign指令可以让你把Output直接拿来指定等于某个音符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写在这个OS里面不行 好 这样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只有Assign指令可以把线路用来指定 因为它马上就要输出了 它不用存 但是如果你是写在OS里面用等于的话 那是不行 OK 这一点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是一个Assign 为什么要有这个指令的原因 不然我永远写在OS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Assign Assign的用途就是这样 好 那所以Assign指令这个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AlwaysAtPostEdge 就是它是边缘触发的 所以只有在正边缘的时候才会写入 那而且正边缘的时候 它要有Enable 那请注意 我之前都会写什么AO BO C 为什么这里有Enable 不写OrEnable OrWEN 那原因是当你用正边缘触发的时候 你后面就不要再写其他的 不要再写其他的条件 因为正边缘触发 它只有在那个边缘才会触发 你再加其他的条件 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当它Enable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写进去 而且是正边缘触发 而且Enable才会写进去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双重条件 本身就已经双重条件 所以这个暂存机银行 我们就这样很短的写完了 那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式 那把上面的那些参数 统统都对应到下面来 那有一个Clark 因为我们是用Clark 说变缘触发的 有一个Write Enable 就是写入的允许 那宣告暂存器银行 这上面那个暂存器银行 参数通通都传进去 一开始呢 WA就是那个写入的暂存器值 和读取的暂存器的索印值 通通都设0 那WD就是写入暂存器的 WA是写入暂存器的索印值 那WD是写入的暂存器 那这些我一开始都设成0 Clark也设成0 Write Enable呢 一开始我把它设成1 就是代表一开始我就可以写入了 就可以写入了 那我每50的时候呢 我每50我就把Clark加1 所以它的那个周期是 Clark的周期是100 就是上升 上升50 下降50 那Always100的时候呢 我把WA加1 就是WA加1 就那个写入的索印值会加1嘛 那WD呢 就是那个写入的暂存器 我把它加2 其实加1或加2或加3 这个没关系啦 我只是要让它有变化 那这边呢 RA呢 我加1 但是我RA2呢 我减1 两个反向 也就是说一个暂存器群的索印值 从0开始数数到15 另外一个我从15开始数数为0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交叉的方式 让大家观察到它的暂存器值的变化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就知道了 这样子讲好像也怪怪的 我们来执行一次 OK 其实我下面已经有执行结果 先看下面执行结果 我们执行的结果 编译执行之后 你会发现 RA1一开始是0 那RD1是0 RA2是0 RD2是0 WA是0 WD是0 OK 这样子 那这里 你会发现 RA1当它变成1的时候 RD1读取出来的结果是X 什么是X 在Vlog的逻辑里面 X是指未定值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 这个暂存器群 根本就没有给出此值 所以你读出来 它没有给出此值的值 就是X 所以一开始 这个读出来的结果是X 是正常的 那这个读出来也是X 是正常 因为R1 就是第一个暂存器 跟第15个暂存器 都没有给出此值 所以是X 那接下来呢 你会发现说 我在这个第二个的时候呢 它有值了 为什么它有值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 在第一个的时候呢 我这边 WA等于1 而且WD等于2 也就是说 我要把2这个值呢 写到第一个暂存器里面 所以我写进去的 我第二轮 我故意 故意比它慢一轮 故意比它 让WA 就让RA比WA慢一轮 的目的就是要检查上一次 写进去的东西 有没有真正写进去 所以再把它读出来一遍 你就会发现 它真正写进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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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会接收到 它上面的值 会接收到上面的值 所以这边36的时候 它接收到的是 它的上面的值 OK 因为我们写进去 然后再马上读出来看看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写进去 所以这边 我接收到这上面的值 OK 那 我这个是正向的 就是说 这个正向的 你写进去之后 我马上读 写进去马上读 所以你这边 总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值 OK 那但是呢 我这边 RA2 我是逆向的 从15数到0 从15数到0的话呢 一开始 15没有值 14没有值 13没有值 一直数到这边呢 数到8的地方交汇了 因为8的地方 你已经写过了 已经写过了 在这边 就是WA这边是8 所以它已经写了 把什么写进去 把16写进去了 所以你在这里读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OK 第八个暂存器已经有值16 OK 所以我这个输出的结果 两个不同方向的走法 目的是让你看清楚 它到底是不是写入 有写入 然后读取出来的值 是不是正确 目的是这样 好 那所以它整个输出的结果 这样 那我们就把它程式 抓下来执行一次 看看 好 RageBank.v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按 储存 好 我们按Vlog 输出到RageBank 然后用VVP 好 那你会看到跟刚刚一模一样的结果 那这边一开始没有值 到最后交位了 这边有值 那这边是除了第一次没有值以外 后面你只要写进去之后 都有值了 所以大致上 我们的测试 这个暂存器银行 大致上说没有问题 是正确的 好 所以各位请试试看 试试看你 去执行一下 这个暂存器银行的结果